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新部伦瑞克省蒙克顿发生血腥枪案 三名皇家骑警殉职 两名警员受伤 七国集团峰会结束 与会领袖一致支持乌克兰新政府 并不点名批评中国 反对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 晚上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6月5号星期四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主要新闻 新部伦瑞克省蒙克顿 昨天晚间发生了骇人的枪击事件 截至当地时间 今天凌晨两点钟 皇家骑警仍在该市北端追捕枪手 受影响区域的居民深夜仍被呼吁锁紧门窗 医院启动应变机制限制访客 事件当中三名骑警重枪死亡 两名警员受伤 皇家骑警今天上午在社交网站发布一张地图 标明疑犯可能藏身的区域 警方呼吁 新部伦瑞克省蒙克顿西北 Bear Mills Road和Killam Drive以北 Evergreen Drive和 Mountain Road以南 一个扇形区域内的民众不要外出 锁紧家中门窗保持警惕 一旦见到歹徒踪迹 要立即拨打911报警 警方同时呼吁其他地区民众 不要前往危险地点 警方相信 目前枪手藏身在丛林当中 许多案情细节还未公布 根据媒体初步了解 案发在昨天晚上7点半 警方接到民众报案 称见到一名身穿迷彩服 头上绑发带 肩背来服枪的可疑男子 有前往案发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称 见到案发地点有警车停放 车窗疑似被子弹打碎 遍地血迹 有一部警车上见到多达四枚弹孔 并见到有皇家骑警警员头部严重受伤 还有居住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居民称 案发时听到多声枪响 一名民众甚至见到枪手 对准警方车辆射击 皇家骑警随后公开证实 案件造成三名警员死亡 两人受伤 疑犯为24岁的蒙克顿男子布尔克 警方曾经在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 在蒙克顿的一间Costco超市附近 发现枪手踪迹 随后枪手又多次出现 由于枪手没有案底 警方正在试图从其家人处 获得更多有用信息 蒙克顿医院昨晚大约8点半 启动程号应变机制限制访客 只让重病患者的家属进入医院 呼吁其他民众暂时不要到院内 院方解释 启动机制是预料会有大批伤亡 以控制环境 并照来数以实际医护人员当职 医院已于今早凌晨一点半 撤回程号机制 公安部长布尼表示 蒙克顿惨剧令他震惊 他安慰以及驻导前线警员及家人 新布罗瑞克省省长 阿尔沃德发表声明 指枪击事件令人震惊 他为受案警员祷告 并呼吁现场一带居民 密切留意警方追捕行动 听从警方指示 来看本地方面 多伦多东端今天早上 有大片地区停电 经过电力部门的抢修 供电在不久后全面恢复 受影响的地区是 Sinclair Avenue Done Valley Parkway Lake Ontario和Victoria Avenue 四条道路的范围内 虽然不是区域内全方位停电 但据报有16000个用户受到影响 由于电力及时恢复 区内学校未受影响 今天如常开放 据悉停电也影响到 Go Transit的Danforth车站 站内的照明系统 有限度运作 有升降机也曾经暂停服务 加果方面 加拿大四月份 新屋动工许可总额回升 达到60亿加元 是今年一月份以来 首次录得上升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四月份新屋动工许可证总额 较三月份上升1.1% 但较经济员分析 平均预期4%的增幅为少 虽然住宅物业的 新动工许可证总额上升 但一部分被非住宅物业 下跌所抵消 统计局还修订了 三月份新屋动工许可证总额 由之前公布的下跌3% 调整至下跌3.2% 再来看 七国集团峰会在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结束 部分与会七国集团领袖建议 应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晤 商讨解决乌克兰问题 但本国总理哈珀 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同一战线 坚决反对会见普京 总理哈珀一直以来 都呼吁欧洲盟友 在经济和政治上 孤立俄罗斯 但部分七国集团成员国 态度却有所软化 法国就公开邀请普京 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 70周年的仪式 此外 英国首相卡梅伦 法国总统奥朗德 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 都将在本周与普京会面 其中法国总统奥朗德 希望与普京的会面 能够成功推动 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对话 商讨解决眼下的危机 但另一方面 本国总理哈珀 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则强硬表态 拒绝与普京会面 并不希望其他七国集团成员 与俄罗斯联系 但两位领导人同时称 如果其他国家打算会见普京 也应该明确谴责 俄罗斯进来 针对乌克兰的侵占行为 哈珀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与七国集团盟友 就向普京发出的信息内容 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七国集团要求普京 停止激进行动 以及停止支持乌克兰的 亲俄武装力量 但哈珀同时称 普京应该参加 本周五举行的 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 联邦保守党政府 昨天提出修订娼计法 名列嫖娼是刑事罪行 要遏制皮条课 也要禁止娼妓 在学校或儿童聚集的地区卖淫 司法部长麦凯称 这个加拿大自定模式 主要锁定嫖课 皮条课 同时保护弱势者 新的娼妓法 界定罪行 意在降低嫖娼需求 保护卖淫者 也要保护儿童和社区 法案新罪名包括 嫖娼 以及在任何地点搭讪他人 做嫖娼目的 刑法可判500加元 到坐监5年 从卖淫者身上 获取金钱或物质利益 包括经营妓院 由他人卖淫 不论是网上或其他地点 例如办邮公司 按摩院或脱衣舞厅 广告宣传卖淫服务 包括印刷媒体或互联网 以及在儿童 可能出现的公共场所 都搭嫖客 此外 嫖娼妓的最高刑罚加重 从5年徒刑 提高到10年徒刑 好 加过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 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姜明带来国际新闻 天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 共有12个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 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 风采无限 天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明星报网登场了 内容和明星报一样充实精彩 还有及时新闻 适合中国新移民和本地华人浏览阅读 请马上登入明星报.com 明星报网登场了 内容和明星报一样充实精彩 还有即时新闻 適合中国新移民和本地华人浏览阅读 请即登入明星报.com 风水无论是在中国人的社区或者是在西人的社区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想了解更多风水知识 就不要错过由WOTV为您全新打造的风水阴阳栏目 不知道这个阴气所邻居为山 阳气所邻居为水 所以有山有水地 3月25日周二晚9点首播 周六晚7点半重播 本栏目由万百墓园特约播出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报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明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盟军登陆诺曼底70周年 法国展开连串纪念活动 不少当年曾经参与登陆的美军也有出席 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领袖 包括英女皇和美国总统奥巴马 将在明天齐聚法国北部的诺曼底 出席第二次世界大战 盟军发动大反攻 最终击败纳粹德军70周年纪念仪式 一批曾经参与该场战役的盟军和德军老兵聚首一堂 反思过去展望将来 由于乌克兰过去半年局势动荡 东西方关系跌至谷底 预料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遭受冷遇 奥巴马避免与他直接碰面 出席仪式的还有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女总理默克尔 每年的仪式都把焦点集中在纪念盟军反攻 但近数年也邀请德国政府官员和德国老兵参加 以示现今欧洲团结 1944年6月6号 大约16万名盟军士兵横渡英伦海峡 在法国诺曼底一带的海滩登陆 被大反攻揭开序幕 那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攻击行动 12个月之后德军投降 当年的战役持续了两个月 导致超过9000名盟军士兵阵亡 纳粹德军则有22000人被杀 并有大约2万名法国平民死去 大部分都是在盟军进行空袭时丧生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结束 与会领袖一致支持乌克兰新政府 警告俄罗斯 如果不采取行动 令乌克兰东部的局势恢复稳定的话 西方国家将会向俄罗斯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另外七国首脑早前发表宣言 不点名批评中国 反对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 七国集团峰会第二天 与会领袖拍大合照独缺八国集团伙伴 俄罗斯总统普京 会议焦点之一是乌克兰问题 七国首脑达成共识 支持乌克兰新领导层 不论政治上或经济上都会给予支援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敦促俄罗斯采取实际和可靠措施 缓解乌克兰危机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西方国家将会密切注视 以及核实俄罗斯是否做出努力 协助乌克兰局势恢复稳定 警告俄罗斯要与乌克兰合作 透过政治途径解决危机 如果俄罗斯令乌克兰东部局势 进一步步稳 或继续支持亲俄武装分子 会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另外安倍在星期三会议上 强烈要求谴责中国海洋扩张活动 只不能允许以实力进行威吓 在美国支持下 七国发表首日宣言 最终增加针对东海和南海问题篇幅 不点名批评中国 反对使用威吓和武力手段 主张领土和海洋权益 同时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行为 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西沙姆丁透露 澳大利亚运输局正式公开招标 马航失踪客机的搜寻工作 目前已经有最少6间马来西亚公司竞标 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莫什德以及多元资源防卫科技 西沙姆丁透露 有关招标期限将于本月30号截止 成功得标的私人公司 将成为主要承包商 从今年8月份开始 在深海搜寻 搜寻海域目前所定在 失联马航最后一次 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 卫星联系的海域附近 面积大约为6万平方公里 水深大约为1至6公里 叙利亚大选 总统巴沙尔一如所料 已接近9成的得票率再度连任 未来7年会继续管制国家 反对派表明不承认选举结果 美国则形容选举根本没有意义 叙利亚大选在一片争议声中有了结果 国会议长宣布 巴沙尔的得票率达到压倒性的88% 遥遥抛离其他两个对手 会在下月中开始他第三个任期 叙利亚一直声称此次差额选举有足够受任性 最高宪法法院以选举有73%投票率作为例证 但反对派和西方重申 选举只在政府掌控的地区进行 无法全面反应民意 表明不会承认结果 正在黎巴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 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人民都没有投票权 批评选举没有意义 将会继续支持温和反对派与叙利亚政府抗衡 至于上月 联合国向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提出 要在本月30号之前销毁所有化学武器的要求 联合国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联合代表团表示 叙利亚至今仍有大约7%的化物没有运出境 相信要预期完成 按照规定 美军的舰船会在国际水域销毁化物 也许在关注